Hello,大家好,我是Bob 今天很荣幸在这个非常的时期 参加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在这里我感谢主办方 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节目是 散文四月的黄昏 四月的黄昏 作者田园 四月的黄昏 静极了 天空中闪烁着点点星辰 绚丽的晚霞 带着些许的不舍 浅瘴成半边红尘 是不是风太急 路边的大张树 落叶纷纷 堆积成一地的忧伤 无数个灵魂在声音中 酿成树间的永恒 看着地上的落叶 随风飘去 我捡起一片 钻在手心 那深深的绿色 早已退去 只有条条叶脉 镶嵌在枯黄的叶片中 依然 那么绿 那么深 我以无限爱怜的目光 凝视着落叶 只是 我牵弱的手指 又怎能握得住你 曾经的辉煌 曾经的纯真 扬起头 往上看 树上长满了嫩嫩的心眼 这是新的生命 繁花正香 翠绿正盛 凋谢的老叶 你还有什么理由 黯然伤神 都说岁月无情 谁也蹚不过时间的河 当一阵清风掠过时 我抛出了手中的落叶 恋恋不舍地 目送你 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来 来时 莫徘徊 蝉绵飞测的歌声 萦绕在四月的黄昏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